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哈拉聊电影 我是好好 美丽之星讲的不是你抬头能看到的行星 而是你脚下踩的这颗行星 仰望星空固然美丽 让人心旷神怡 但脚下这颗才是我们的根 我们的本 可是很多人都忘了要好好守护地球 反而不断的去伤害地球 而本片也是要呼吁人类要去思考环保的议题 没错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部电影是《美丽之星》 《美丽之星》改变日本鼎鼎大名的文学家 三岛游继夫的科幻小说 三岛游继夫不仅在日本有名 就连西方也称它为日本的海明威 曾经三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在日本的文坛有不小的影响 有趣的是 作者居然在55年前就写了 关于暖化议题的故事 那暖化这词不只是在现在人类所关注的议题 现在人其实已经可以自身去感受 并且参与在暖化的其中了 是不是好开心啊 所以 大家是否有感觉天气越来越怪异了 世纪越来越不分明了 天灾频传 大多的专家学者认为这都是人祸引起的 所谓的人祸就是人类制造的污染 人类排放的废弃 人类焚烧的垃圾 虽然还是有部分的人认为 全球暖化是假议题 另有其因 不愿意签署联合国 呵护爱地球的巴黎气候协定 川普大大 您怎么说 川普翻出他三年多前的推特 他的确写下了气候变迁 使中国人捏造的这几句话 呃 好吧 谢谢川普大大直白又简单的答案 川普大大不认为人类有办法影响到大自然 不要把人类想的太伟大 但是你看临近的某国 不是也很成功的制造出雾霾了吗 这不算改变自然 那什么才算改变自然 回到电影 暖化议题的剧情 呃 听起来挺严肃的 但我跟各位客观保证 这绝对是我看过最猎奇 最有趣 最无言 也最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环保电影 故事简介 因为气象预测总是失准 因为不准而闻名的主播 大家都在看他的笑话 于是失准老爹心中产生了退意 不料某日突然看到一阵强光 醒来后脑袋一片空白 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再度站上主播台的他 脱稿演出讲了地球暖化的议题 甚至用夸张的言行举止来传递 还自身之举式代表太阳系联盟的发言 电视台气炸了 没想到收视率因此而攀升 勾起大家不断的议论 瞬间变成人气主播 他开始深信他的变化 与那天的强烈闪光有关 也许是外星人在他身体中动了什么手脚 并且透过他传递地球即将面临的重大危机 随后 孤僻渴望遇到真爱的女儿 与年纪两把都还在打工的儿子 似乎也觉醒了 父亲是火星人 女儿是金星人 儿子是水星人 只有妈妈是孤单的卖水地球人 到底是这一家人得了外星妄想症 还是他们真的是背负太阳系联盟的使命来到地球 他们的存在到底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这神奇又迷幻的故事 要观众亲眼去见证才能够明白他的有趣 全剧用了荒腔但不走板的故事情节 一切都是意料之外 但都又在情理之中 剧情用奇幻美丽的糖衣包装成种种的谎言 直消爱情政治 不时又切换外星人的视角来看地球的事情 甚至直接在电视直播中 用外星人的角度来谈论地球 生动有趣又列奇 把人类种种虚伪的行为炒弄了一番 创意十足大胆新奇 但观众不见得一定能够看懂电影想表达的所有东西 很多情节是慢慢发酵才会明白的 剧情也透过多方的视角要我们去思考 父亲怪异的行为 母亲直消的生意 女儿神秘的泄构 儿子的转职之路 都有其想传递的意义 就看观众如何去解读 而剧本也安排了开放性的结局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观影过后 能有所启发 那看得浅的朋友 会被剧中的幽默笑点 与神来一比的奇妙音乐所娱乐到 那看得似懂非懂的朋友 除了欢笑外 还可以发现隐藏在笑容背后的忧伤 以及迷惘 完全看得懂的 因为那不是我 所以可能会有更多更全面性 乃至生命万物的不同解读吧 听起来很神奇对吗 而美丽之星就是如此神奇的电影 那全球暖化到底是灾难还是骗局 我想都是大家要关注的议题 退一步来说 碳的排放量如果不减低 包括燃煤 燃烧石油和燃烧垃圾 空气中的PN2.5就会多 许多研究也证实 巡浮粒子污染 会造成呼吸系统 心血管疾病等 看看中国的雾霾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2004年我采访这个6岁的小女孩的时候 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 她所说的就是我女儿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世界 你见过真正的星星吗 没有 你见过白云吗 没有 而台湾前阵子也因寺庙的简香 与焚烧精子而闹得沸沸扬扬 环保爱地球 这口号人人都会 但很多人当成是屁话 电影中有提到 在极致美丽的地球中 人类是不存在的 自然才是最美丽的 以地球的角度来看人类 人类也许就像是小强一样的害虫 但本片中有意思的是 最后复兴看着人类夜景的神情 似乎也感受到人文之美 只要环境不要继续恶化下去 相信地球与人类还是可以和平共存的 而作者三岛游济夫也曾在至今前说过 放弃物质文明的堕落 找回古人淳朴坚忍的美德与精神 我想这个理念也可以套用在这个电影中 人类过度依赖物质文明所带来对环境的影响 现在我们并不是要否定过去人类的文明 而是我们未来该怎么做 要如何去挽救 身为人类的你不得不反省啊 我是好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觉得影片不错可以给我们一个鼓励 如果想来哈拉更多电影 也欢迎留言讨论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下期谈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